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午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食材 是海折 这个海折其实是水母 它是分开头和皮 头是竹枢的地方 皮是上面圆的 好像散形的物体 这两样都是由海产的水母加工炮制造成的 海折皮是特别大块 比较薄一些 颜色是白的 海折头有一股黑色薄膜 而且肉质是比较厚的 我最近买得到 在超市那些一丝丝的 它已经发好了 有盐腌了 你回去自己处理 那些才是3元1磅加币 而旁边的海折头 要到13元 做法亦不同 因为它比较大的口肉 所以有时是切片来煮菜 那这个海折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受人欢迎呢? 因为夏天很多时候 喜欢把它凉拌 它真的很爽脆 又很好吃 那是夏天一个很受欢迎的烂品 但有时你在酒楼叫烧尾拼盘等等 它会侧边端有少许的比例 但是分量真的不多 那这个海折其实有什么的益处呢? 现在和大家说一下吧 根据本草十位已经有介绍 是主生器及妇人的劳選 在積血大厦小移风质单独 和劳火的灼箱 而我曾经上传一个视频 叫做妇女心繁食疗方 其中要用淡菜白灼 在甘草煮了水之后 来灼这个海折 喝汤吃海折 这个汤是主治妇女的心繁气醋 而根据本草十位 亦是主生器 所以就要介绍这个海折给大家 它有很多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 特别是人体饮食之中最缺乏的典质 它有很多的含量 所以是一个重要的营养食品 它的脂肪含量很低 蛋白质和毛肌炎 这些就比较丰富很多 而且它还含有多糖、钙、磷、链、链、链 这些维生素B1和B2 它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成品 就像粤稀、胆、链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对于从事剪头发 或者是纺织业、粮食加工 或者跟陈埃接触很多的工作人员 吃它是很有帮助 因为为什么呢? 可以去掉陈的积序 清理腸胃、保障你的身体健康 而我的朋友 她自己有个亲臣 她说她是做地盘的盘头 可想而知每天都跟灰尘接触 她的太太每天都做海折给她吃 她做了30年后退休 吃了30年 她退休的时候去检查身体 竟然肺部有一些尘都没有在那里 她说她的同事很少吃海折 其中10个人 有6个去退休检查的肺部 都有灰尘积聚在那里 所以身体越来越差 60多岁就已经过世了 而这位在工作30年 每天吃海折的我朋友的亲戚 她说她到84岁才过世 所以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原来海折不止是爽脆好吃之余 原来对肺部去尘积是这么有功效的 很多工作的人都会不停接触这些尘 而肺部真的会积聚在那里 如果这个个案可以给你一个这么好讯息 有机会就真的要做多些尘食 但是怎样才可以令到她弹牙 而不会过瘾的呢? 那你就要留意我下次为你详细介绍 多谢你们的收听